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兴 前几天就晚收散器修补了 然后昨天就放下来 今天刚好朋友过来要尝个线 天气又很晴朗一起出来收个碗 等一下打一个大的来我给你弄一下 淡月了 淡月了 那现在就开始了 来吧 不用帮忙 这个看着就行 这样就在起碗了 第一碗没收完看一下 你说最近老是有人抓到这个三毛鱼 油翅鱼 这些油翅也没什么大鱼 哇 喂 大猫鱼 没啥这个硬器 一上来就捕捉 这些水母 都是这些水母 水母没用的 大猫鱼 大猫鱼 挺大的 第一碗就不错 都两年没抓到这个了 哇 今天我一来你就硬气就来了 是 搞了这么大一个磨鱼 谢谢你带来好运 你看 这么大 还生气了 这个可能得五六斤这样子 所以准备要的 嗯 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吞起来 这个吞起来就不错了 空击星表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股开花 哈哈哈哈哈哈 烏鱼头 好几条烏鱼头 还不错啊 几条烏鱼头 然后巴皮也有 黑雕 哇 还有大虾 大家看一个 看我们明天抓到什么 大乌鱼 阿 还未跳多 等一下就撤了它 看还有什么东西 好 下一碗看看 大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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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零 大零下大零下大零下大零 很大的 都是纯野生的 哎 这一碗 这一晚希望好话多多了 人情是乌头啊 这一晚就不准备了 被这个大马大爷攒住了 哇一条大乌头 真是大乌头 还叫鲁鱼 以为没有大话 脚都得四五斤的 乌鱼都得四五斤以上 很大了 喂 现在乌鱼头就进去 什么进去都飞 他会跳 你戴个手套啦 要抱的话 戴个手套他就比较 滑 哎呦 这几条都是很整齐的 你看他不像排队队伍一样 十多公斤的白马也在这个 然后年前那条 那条免鱼也是在这个玩 嗯 嗯 辉哥亲自动手啊 手脚还挺麻利的嘛 这剩最后一晚了 看今天大货多多啊 嗯 哦 有个大水母 嗯 哦 全是水母 最网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 一条虾 嗯 这水母不能吃吗 水母不能吃 不知道 以前的这个 这种水母没什么做 这条回去了 这个 这个 垃圾嘛 硬生这个桶里面嘛 今天这个硬气算好了 今天就 弄了这个 大木鱼 哇 你看还在 骨气呢 知道吧 这个可能感觉 已经可能有几十块了 然后一会卖给一半嘛 然后一条鱼鱼 鱼鱼 可能有四斤多吧 十五斤这样子 这个鱼鱼也不用怎么介绍了 这做的 跟这个一样 大乌鱼 哇 这个大 然后刚才飞哥把 几样要弄的 就留起来剩下的这下就 拿到一半那边货市场上去卖了 就装了这五条虾 就装了这五条虾 两个三百九三百 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么多东西做成一顿美食给你们看 这是乌鱼 现在的乌鱼是很肥美的 等一下这条就来清蒸就好 现在都杀好了 等一下我来变个细法 看把这么多菜怎么做成一道 一道道美味佳肴出来 漂亮漂亮 下面给大家做一个酱油水炸鱼 油温加热 给少许姜丝 先扁一扁 再给一点蒜 扁香它 香味扁出来以后 我们现在再加一点鱼 这个是各种炸鱼 然后加一点酱油 少许姜丝 然后加一点酱油 少许姜丝 然后加一点酱油 少许姜丝 差不多就可以 这样子就OK 然后让它自然的收汁 好 差不多了 好 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再来收汁 把味道收容一下 你看下来 盐汁盐味 哇 好香喔 吃海鲜就要这样吃 盐汁盐味 今天露个小手 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做得怎么样 先来口汤 嗯 家常变换 都是盐汁盐味 给你介绍吧 今天这个乌鱼头 我们就来清蒸 现在就非常美 刚才我就看上这一条了 刚才在海里面油 现在就上桌了 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酱油水 煮炸鱼 各种 薄皮鱼啊 油翅鱼啊 都是亮的 尝一下尝一下 都快香 筷子了 口水别流下来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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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水别流下来 嗯 什么呀 这都是你自己抓的味道 加锅 经过我这手艺 来白桌 都试一下 白桌 小墨鱼 口感怎么样 酱油 滑后把握的刚刚好吧 嗯 很爽吧 太好吃了 走了 都来这平尝一下 虽然你会抓鱼 但是我会做菜啊 以后我们俩就搭档了 我没事我就给你打工了 我帮你做个饭 你肚子饿了 回来你就有得吃 是不是 太好吃了 工钱就不用算了 每天你请我一顿海鲜就OK了 那我每天这样我亏本了 不会的 没有吧 这个油脂也 还炸一包 很好吃 这还有一条虾 这条虾我自己独吞了 仅有一条 不客气了 野生虾 看肉都是红的 哦 美 这个味道 实在太好吃了 我再来一条柠檬 鲜酸 甜 自己的劳动成果 自己的小鱼排 嗯 小鱼村上面做出来原始的味道 就是不一样 嗯 最能体现我们鱼村的味道 一个字 鲜字单头 我感谢灰哥今天做了这么丰富的海鲜盛宴 然后都看着都大家感觉叮入口湖了 然后现在也不多说了 我们开吃了 这个视频就这样的 喜欢我跟灰哥的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下次再这样 拜拜